各位各位 你們好 這次我們又見面了 這一集的節目 我帶大家來一個很神秘的教堂 早前在英國的時候 統治的時候 這間教堂已經成立了醫宿的了 叫做宣道堂 教堂了 以前這篇醫宿是一篇很大的長教園 第一 變成游宗園 聽到當地的老百姓說 有很多傳聞 其中的傳聞是很靈異的 什麼靈異呢 就是很多人在做工的時候 早前英國公司開發的市場的時候 聽到這個教堂有很多人的聲音 還有聽到鋼琴聲 還有唱歌聲 傳說的東西我們未必是當真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情形 我想帶大家來再看看 參觀一下好不好 來 我們來到這裡 說真一句 有多少無管聰賢 這個環境真的有多少陰風陣陣 有多少無管聰賢 來 我們進去參觀一下 不過聽人家說裡面有貓頭鷹的 就不知道是不是 蝙蝠我就不知道有沒有 我們先去看看 來 小心 看看這裡 酸道堂 教堂早期皇城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在這裡 入教堂 貓頭已經飛出來了 看見嗎 看見嗎 已經飛出來了 但是我不知道攝影師 會不會拍到 是不是 這樣我沒想到 繼續進去 嘩 很難 小心 那些飛出來了 麻煩你踩一踩上去 真的有一個貓頭鷹在上面 快點 他看著我們 師父兄哥哥 麻煩你 放大釘 看不看到 你看到嗎 他真的在上面 真的看到有 看不看到 清楚 清楚 不過可能會清楚 可能會清楚 可能不清楚 因為太陽西朝 現在 但是剛剛很明顯看上面 看不看到 角位那裏 窗那裏 看著我們 應該看到 不過很奇怪 你們看在地上 有很多骨頭 有很多骨頭 看不看到 這些骨頭 這些不知道是什麽骨頭 動物的骨頭 看不看到 骨頭 有很多隻 看不看到 滿地都是骨頭 全部都是骨頭 非常超恐怖 看不看到 全部都是骨頭 這些都是骨頭 全部都是骨頭 全部都是骨頭 所以這裏有一個骨頭 看不看到 有很多骨頭 但是這些是什麽骨頭 可能是一些動物的骨頭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麽骨頭 但是聽他們説 這個教堂 晚上 即是傍晚的時候 就是陰風陣陣 聽到很多人說 講話聲 唱歌聲 還有那些喇叭聲 還有腳步聲 還有很多人影飄忽 在這裏走上走下 這樣骨頭 滿地都是 這裏都有很多 看不看到 全部都是骨頭 真是超恐怖 所以這個地方 已經沒有人敢進來 而且有很多人知道 老一輩的人 就不敢進來 但是呢 我再看看 那麽頭鷹 還在那裏 冰字 你看看 裝一下我們 看裝字 這個位置上面 是掛那個鐘 教堂有個鐘 那一整個星期是敲鐘 你看 冰字的木頭 那裏 接著呢 我再帶大家 再進來看看 希望你們可以拍到那個 那麽頭鷹 這裏就是大門了 這裏已經拆光了 全部已經沒有了屋頂 雖然是沒有了屋頂也好 但是 依然 我們進來 都是陰風陣陣 尤其是 旁晚的時候 當地的人說 這裏是最活躍 又最緊張的時刻 而且 鋼琴聲一直來 傳說都很久了 所以你看一下這個教堂 但是中間有一棵木瓜樹 孤獨一枝 一棵樹在這裏 但木瓜樹就遮住了十字架 小英國哥可以過來看看 以前的教堂 那些跌下來的金字 全部都在這裏 那些木是以前的 那些英國手的遺物來的 這邊看得很明白了 第一支蟲 流傳了之後 就很多人都說 這樹真是不要搞笑了 有很多聲音 靈異的聲音 鬼怪的聲音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這麼慢呢 這樣就看你們自己 怎麼去看 其實這裏就是這麼簡單 一眼看完 你看回對面那裏 甚至是在樹 所以這間教堂 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呢 它依然是保留 但是全部已經是 一九幾多年 我們無從稽考了 也無從追到 去記憶 去找到它要的東西了 所以我們今天呢 和那些朋友過來這裏 就說 探一下這裏的歷史 看看這裏的歷史 我們落一落去外面看一下好嗎 這裏已經位置了 整個教堂都是沒有變 原封不動 還在那裏 來 我們再過來看一下 以前這裏全部都是橡膠原來的 但是現在呢 時代變遷了 不同了 就全部都換了 就串了 所以這裏的教堂 都是很神奇的地方 我們再帶大家參觀一下 來 我們進去好嗎 來 所以整間教堂不是很大 但是很明確 就是說 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呢 是不是真的人家所說的 這麼靈異 這麼神奇 這麼奇怪呢 就要大家的 觀眾的眼光去看了 所以說你們看到的了 所以說這裏 就是很神奇的東西來的 但是看到呢 我們表面上 現在是沒有東西看 但是如果說真的有些朋友可以看到東西的 就可以看什麼是看法了 所以這裏呢 我們走出來 就是說真的 全部都是有這個骨頭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前面還有一個井 你看到嗎 但是這個井 我看應該是後期的 不是現在的井 所以我們應該走出去 小鷹哥哥 麻煩你再看 很清楚 貓頭鷹 幫我宣傳給觀眾看 剛才飛了一隻 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 站在這裡 有明海的頭 就擔出來看了 看不看到 你們看不看到 是在上面的 在上面那裏 那個位那裏 看不看到你們 就是那個位 貓頭鷹 但這些骨頭怎麼會這麼多呢 我們都不清楚 可能是貓頭鷹吃的東西 我們都不清楚 或者是其他的因素 我們都不清楚 但是很奇怪 很多動物的絲鞋 絲骨在這裏 真的很神奇 全部都是骨頭來的 看 比較近一點給觀眾看 全部都是 很多 這些全部都是 頭 這裡也有頭 這些是頭來的 看到沒有 但是很奇怪 每個頭都差不多一樣 這裡有一隻 這裡也有一個 這些都有 很多頭 太多太多 你看 一大堆頭 這裡也有頭 所以是非常靈異的 但是很奇怪 這麼多動物的鞋骨在這裏 所以如果是說 真的有什麼都好 我們就 即是說 再去看看 但今次我希望 各位讀者 可以見識一下歷史的遺物 一方面 以前的手工來講 真是很漂亮的 不錯的 這裏寫好像1955年 1955年 一些就不是 這裏寫是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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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清楚 1939年 是不是正式的 年份 我們不清楚 這裏寫是1955年 我們不清楚 這裏寫是1955年 所以看這個歷史的位置來講 真是很久很久了 這間這樣的建築物 所以在這裏 我希望讀者 就看一看這裏 不過我看到上面 就有好些靈體的東西 在這裏 所以我希望大家讀者 都要明白 慢慢拍給觀眾看看 這樣摺下來 我們就走了 你看看這邊 邊皮是這樣 因為剛才我們來看那裏 一隻鳥聲都沒有 這樣對 有隻鳥飛過 你們是不是聽到 有沒有鳥仔聲 哥哥不要先走 又鳥聲 定 所以說 如果沒有什麼 都不要亂說話 最重要這裏 都是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靈異的東西出現的 這樣就在這裏 再看看 都是很多很奇怪的東西 但是進去 雖然表面上是沒有屋頂 但是是很奇怪的 所以說我希望 這個是一個歷史的遺物 如果是說漏起來 都是一件 即是說一個歷史的價值 來的 那麼急期呢 我就說到這裏為止 希望讀者大家 注意再收看下一期 我們再帶大家去探歷 和去見識一下歷史的位置 好嗎 拜拜 那邊 有沒有想d 他們看見